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跟我邻居联系了吗? 嗯,他说明天就可以把翻译稿发给我了 手脚麻里 他说现在还在术后假期不忙,可以先处理我的稿子 他一听是为福利机构做的翻译,还主动收比平时低的收费呢 终于不用熬夜了 就是,不年轻了,实在没有熬夜的本钱了 我邻居也说熬夜最伤身体 他年轻那会儿为了还债,真是拼了命地在工作 除了在语言中心当三语老师,还私下接好些翻译活 几乎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 就是搭地铁,也在看稿、翻译、改稿 有时还接编辑教队的工作 所以,你的稿子大可放心,他经验丰富 你介绍的,我绝对放心 哎,真是难为他了 本可以升学的人,为了为哥哥还债耽误了青春,还错过了学习 哎,没有错过,只是延后进修 前不久才完成他的硕士学位 哎呀,还真是有志者事竟成,恭喜啊 不过,一想到他哥哥,我就替他布职 本该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却把烂摊子丢给家人 他那时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怎么都找不到他,销声匿迹 成语,销声匿迹,就是不出声音,隐藏行踪 只隐藏起来,不再公开露面 销声匿迹,销怎么写? 销失的销啊,左边三点水,右边是声啸的啸 我就知道你会写错 错了,销声,声音消失啊 不对,销声匿迹的销不带三点水,而是金字旁 销果皮的销? 销果皮的销,部首是利刀旁 啊,对,我怎么搞乱了 金字旁的销,啊,就是报销的销嘛 也是花销,开销的销 销在销声匿迹中表示去掉,使不存在 哦,我知道了,销声就是不出声音 匿迹就是隐藏行踪 匿是逆藏隐藏 也难怪他销声匿迹 那些追债的满大街的贴了群人启示 声称他欠钱不还,谁举报就给谁奖赏 都这样了,还不躲起来吗? 他以为他销声匿迹,欠了债就一笔勾销了吗? 诶,销声匿迹的销和一笔勾销的销同次哦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